而升天 忍辱向端正 如果你喜欢修忍辱 外表端正 讲话端正 就是要向端正 所以因为忍辱的功德超过一千名 所以这样合起来 这三个你都圆满了 你就有很大的福报 因为你没有福报 就帮助不了太多的众生 不失词戒忍辱 是所有向好庄严福报的来源 但是如果你很会不失 结果你脾气不好 喜欢念念念念 看到不喜欢的事情耿耿于怀 那这个就是没有修忍辱了 所以忍辱是 什么叫忍辱 来全然接受 你要接受 你的儿子不好教 那你要全然接受 一定是过去世 我对待他怎么样 我就更有耐心 所以儿子教不好 另外一回事 你的耐心养成了 这才是成功 你的悲心养成了 这才是成功 所以我想各位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像我比较有福报 谁对我不好 我都会去查英国 原来是我对不起他 所以我就认了 我现在就不用问了 反正一定我对不起他 司机生气 赶快给小费 一直给小费 大家接下来就笑了 你不要把司机给换掉了 所以反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给你忍入 妙法连华经 释迦牟尼佛说 没有提婆达多 这个恶之士 佛陀没办法成佛 没有人一直伤害你 让你修忍入 你没办法成佛 所以你布施一百亿美金 还不如忍入一分钟的功德 想不相信 那各位要找机会忍入 你做老板要忍入严功吗 你做严功要忍入老板 大家一起相处在家里 你要忍入 你不能太个人主义 你要全然接受 因为大部分是你过去 我们对不起他的 所以这个忍 你不忍入没有智慧 因为佛教所谓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叫什么 你叫无声法忍 就是你对一切法都能够 不起心动念 叫无声的接受 无声法忍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骗你也好 伤害你也好 你心里都很平静的接受 这个叫空性 不起心动念 你才有真实的智慧慈悲 去帮助别人 但是没有 没有前面的这些众生 找你麻烦 生病 环境的变化 找你麻烦 你就没办法成就 这个最高的智慧 所以你要成就最高的智慧 无声法忍 首先 念一下 众生忍 不要抱怨 这个像我经常出来带团 有人问我说 师父 你要叫我带 不行 我跟客人吵架 我不喜欢 我说这个就是磨念 形形色色的人 什么都有 我有时候 像我 很多人来问海涛法师 你这么出名 你还在做旅行社 我说不是 在磨念 在服务吃喝穿 哎呀 怎么安排大家 你永远都在这个心态里面 所以 那你才能够 事实上我出面的机会不多 但我考虑的机会很多 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 怎么样让大家快乐 用各种的方法 那你要有机会去修 如果你说 这个团哥我没关系 我不去就算了 我不理他 你没有修到这个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 环境越复杂 这个世间 叫娑婆世界 你要利用这个 纷纷扰扰的世间来修行 这是最聪明的 如果你逃避他 我今天就 不要参加团体算了 我一个人躲在山里面 你没有机会 就像各位 你没结婚会成长吗 你没生小孩会成长吗 你有照顾别人的经验才会成长 你也接受苦难了 所以来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慈悲众生 好 那你要救苦救难 请先受苦受难 能受苦受难才能够救苦救难 所以我想那在身旁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受苦受难 骂你 讲你 讨厌你 欺负你 所以每次当台湾报纸又在灯 海涛法师又在放声 要出去关了 所以我都静静了 福报又来了 这个福报我都接受 回向给对方 我又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了 但是如果我抗议 我心里不服气 抱怨 那就没有忍路了 这忍啊 并不是外表 而是心态 接受 所以我想各位想要帮助这个世间最大的能力呢 是你要有一个无我的 无身法忍的平静的心态 那你平静了 你才可以真实去爱对方 去关心对方 如果你不平静 那没办法 所以我想各位结婚啊 那你叫心甘情愿的 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太太 爱他的小三 这没办法了 我刚刚在跟那些菩萨聊天 她说 我告诉各位一个真实啊 有一个女菩萨 我不要讲她的名字 然后 在美国事业做得很大 大陆跟美国 她那次去美国找我 私底下 她说她一定要见我 等到我说好啊 她跟我说一件事情 她说她不甘愿 她不甘愿 她不甘愿 我讲了好多次 为什么 她跟她先生这么努力 白手起家 搞了这么大的企业 她先生 现在不太回来睡觉 跟谁在一起呢 她所请的秘书 是她去请的秘书 给她先生的 结果她先生 现在跟那个秘书在一起 而且很多钱都给她 她不甘愿 可能她的先生 跟那个女孩子 都有生小孩了 她最大的不甘愿是 除了她被欺负还没关系 她很怕这个公司以后 就变那个女孩子的 她以后 她最大的想法 是要给她的儿子接棒 现在怎么办 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个难办 但是一定有方法 答案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玩 什么答案 过去是 她那个先生 是她的爸爸 秘书呢 是她的妈妈 他们两个是夫妻 她呢 是女儿 这样了解了吗 我说 谁欺负谁啊 本来上辈子 就是她爸爸妈妈 赚了大钱 留给女儿的 所以这辈子 女儿又有钱 是她有钱 帮她先生起来的 是爸爸妈妈 留钱给她 所以她能够 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然后呢 秘书又来了 我说你要怪谁 我说你相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那就白讲了 你就会痛苦 如果你相信 那就好好孝顺父母吧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心里就解开了 完全解开了 就像我大哥 他打我 不但打我 二十多年不理我 把我当作 他都叫我小白脸 还是小什么忘了 很难听的话 从小就这样骂我 我跟我妈说 为什么大哥 打我又经常讥笑我 我在我家是最矮的 他们都比我高 脑筋比我好 我在家里 我大哥看到我就 这样 我在家里被欺负那么久 为什么 因为我的大哥以前 我把他的女朋友 抢掉 他的女朋友是谁 我的妈妈 他们两个好几世的情人 我那时候做爸爸 为了这个国家的政策 把女儿嫁给对方的将军 这样互相不要打架 保护我 那个将军就是我老爸 我把我 我 我 哥哥的最爱 也是我妈妈的最爱 拆开了 这样 但是我大哥还是爱我的妈妈 所以他投胎做他大儿子 所以各位 你的大儿子就是你的 最最最最最最最爱 我妈妈要死之前 也不要看我爸爸 他是要看我哥哥 我哥哥很烦 每天叫我坐在他床边 等他睡着我才可以离开 我跟我哥哥说 哥哥你是妈妈的最爱 他可以不要看我 也不要看爸爸 他就要看你 对不对 因为就是这个姻缘 所以只是你欠他感情债 因为你上辈子嫁给别人 所以我大哥爱你又恨你 那我妈妈就是欠他这个债 所以这个事情了解了 所以我就不会怪我大哥 我拆散人家 让他这样受苦 我不知道那一次他有没有自杀 反正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跟我大哥说 大哥 这个妈妈生病所有的钱都我来出 用最好的 没问题 因为我知道我欠债 然后我都天天对我大哥很好 只是我求我大哥一件事情 我说大哥 你就让妈妈去极乐世界 他说去极乐世界干嘛 他不让他走 他不让他走 因为医生也就是说不行 他也不让他走 可以活 可以活 我妈妈因为这样多活一年 很苦 很苦很苦 为什么 欠他债 我大哥不放 他就不能走 我大哥一放心态了 他才可以走 所以后来我就 用尽各种方法 回向给我大哥 找医生 最好四个兄弟开会 那一次我大哥才 接受我的意见 跟你说好 好我妈妈就 就不用开刀 就进安宁病房就不痛了 因为他不好 他不能走 他欠他的债 所以我讲这种因果故事 我让各位知道 布施没问题 持戒没问题 但是你要深信因果 你的心态怎么调整 当然各位不见得有福报 除非你多读地藏经 你就有机会 透过这些打坐了法师 因言做梦 知道你那段因果 你就认了 就像三昧水灿 如果悟达国师 没有救那个老比丘 他就不知道那段因果 他不知道那段因果 十辈子的业就消不了 人面仓的痛苦消不了 但他知道了 他忏悔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不是很困难 所以各位你要很诚心 你了解这个因缘果报 但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那你就不要怪对方了 你就自己忏悔 儿子不孝顺 哥哥对你不好 妹妹跟你借钱 这个都有因果的 一切逆境就是消业 消业这样 消业这样 你要安忍 然后还要向他忏悔 他对不起我 贵 赶快贵 像我 我在讲 人家听故事才不会睡着 我的二嫂 嫁给我二哥 我二哥很帅 我二嫂家里也很有钱 他硬要他 然后把我二哥提升为总经理 他们日本公司 然后我二哥做总经理 给他应酬啊 后来就有外遇了 那个外遇是我二嫂的朋友 二嫂的朋友 因为我二嫂喜欢卡拉OK 我二哥都说 我跟你一起唱 有什么意思 两个唱啊 然后我带一些朋友 带他的女朋友 结果 那个女朋友就爱上了我二哥 然后两个就有外遇了 那有外遇以后 我二嫂就想要自杀 好几次要自杀 他去问了很多神明呢 他说他想要自杀 后来我想完蛋了 这下自杀还得了啊 他们家住这么高 那随时可以跳下去了 这怎么办 后来我就 那时候我也有去接触 台湾道教的王母娘娘啊 我就去问啊 我说怎么办 那王母娘娘 这个要因缘成熟了 她说好吧 将你二嫂带来 我讲一段故事给她听 然后我就带我小嫂 赶快不要我告诉你 你听听参考啊 就让她听了 她说 你以前是皇宫的一个宫女 你就爱上了王爷 人家王爷有太太 但是你就一直去爱她 后来呢 你就自杀 哎呀她真的会自杀 跳楼之前 我下辈子碰到她 我一定要嫁给她 那时候还把我二哥过去 做王爷的名字讲出来 这样啊 后来她一听 人就变了 不跳了 这下不用跳了 为什么 抢人家的 为什么 她介绍了 我给我二哥认识的女朋友 是她上辈子 我二哥真正的太太 到底谁抢谁的 她就不跳了 现在乖乖学佛 也在打坐学佛 我二哥跟她离婚了 我二哥有外遇 她都不管了 好好念佛 这样就好了 心太变了 你要照顾好就好了 这样我解决了一个自杀的案件 所以我想这个叫我的因缘 我只是讲给各位听 这些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碰到逆境 你就接受吧 这不能怪别人 好 现在我们要翻转非洲了好不好 有没有钱 要用钱去翻 不能翻什么 用心加上钱 好 讲到非洲 我很想去啊 因为我一定做过非洲人 所以我每次到美国 我很关心 我很关心黑人 我非常关心 这是我奇怪 很奇怪 所以我也要捐钱 好吗 各位也捐钱 捐多一点吗 我知道台湾客没钱了 可以贷款 你要是没钱啊 跟我们战日法师借 但是我有叫他带钱来 免得你没机会翻转非洲 所以 然后大家 顾思 但是要观想啊 来 整个非洲 脱离贫穷 脱离灾难 便人间净土 愿所有非洲人 得黄金海岸的福报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动物平静 希望他们动物不要被杀 好不好 要一直回向给他们 啊 然后我们捐这个钱 像甘露水一样 流入整个非洲大地 啊 然后 来 以此功德 回向非洲大地 所死亡的人类 所有恶鬼道 所有动物灵 所有死亡胎儿 饥饿死亡者 疾病死亡者 战争屠杀死亡者 传染病死亡者 亡阿虎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永离贫穷 永离灾难 向好庄严 同臣佛道 所以 因为我去美国 我发觉有1亿多的非裔的人口在那边 啊 他们本来就是很乐观的 但是你把非洲人放在纽约街头 真痛苦啊 但是他们没有很强烈的生活能力 因为那个夜 很多父母离婚啊 吸毒啊 我也到他们几个非洲 几个黑人地区 我发现很危险 他们导游叫我不要去 我说我们在车上看一下也好 我发觉他们很多女生就在旁边卖毒品 然后那个司机说 哎呀他为了卖毒啊 20块美金跟你睡觉 还有10块的 只要他吃一口毒也好 很可怜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 所以希望他们修行很重要 你要把你所有的快乐布施给对方 你现在吃的好穿的好身体很健康 住的环境很好 你要把观想用爱翻转非洲 对不对 然后要观想观想 除了出钱出力 希望极乐世界 产生在非洲 就像我们在念念咒语的时候 要把极乐世界 把庄严融入于地狱 让地狱充满莲花净土 这样要转变它 所以我想我们要翻转 那不是非洲 但是非洲是一个很好的住原 以这样子的 他们的这个不严满贫穷乃是灾难对立 种种 我们可以升起更大的悲心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想 实际有一句话非常好 来 慕心不慕钱 我们要招募的是我们的悲心不要间断 当然也希望各位真实能够 来 捨一得万万 有钱真好 多做善事 好不好啊 各位要发愿有钱 你不要说我不要钱 你太不慈悲了 这个世间这么多穷人 你要发愿很有钱 很有力量 很有福报 为什么 为了众生不是为你自己 所以这个叫福慧双修 每一个佛都是福慧双修 你在欣赏 你在看着我 你在欣赏我们佛像 好 来 所谓布施者 这不是我的钱 他们布施的 希望 因为这个都是 应该是雪驴 墨尔本他们这些居士 布施的钱 然后希望他们得到更大的福报 就像各位融入这个功德海 所以念一下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未乐故失 后必得安乐 不施随喜以去 不施随喜以去 不施 当愿众生 所作接伴 具足佛法 那麽 沙多南 沙妙山伯陀 居之南 大自他 用 真理主力 尊替沙伯和 用爱翻转非洲 大家努力 大家努力 世界联手 帮助非洲 封调雨顺 念佛回向 回向非洲 所有苦难 所有苦难的人们 所有苦难的人们 王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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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位给我 我每天都写牌位 我赶快放在面前要念 也回向给各位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每天吃一碗饭都要供养父母 父母祖先 不要忘记 你要喝水 先供养 这个水干净的 茶干净的 先供养父母祖先 这是修这个 第二个来 上报所有众生恩 然后以对父母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的众生 像自己的父母 再来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现在这个世界政治的力量最大 所以不分国家 特别非洲的所有的国王 总统 澳大利亚的 我们中国的 不管哪里 国王我们都回向给他们 这些领导者 上报三宝加持恩 也把所有的功德 我们吃鸡功德会的功德 各位的功德 所有的道场的功德 夏季地狱痛苦 夏季地狱欧 夏季地狱痛苦 夏季地狱宽 夏季地狱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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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业力在主 无形众生 同享功德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念十句好不好啊 阿弥陀佛说 一念乃至十念 愿往生 他们就超度了 那些金鱼啊 那些大海龟啊 非洲的王魂啊 在黄金海岸也好啊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回向正言上人 所有僧团 所有委员会员 所有护慈慈祭功德会 一切居士菩萨 同享功德 消灾免难 福慧圆满 深信因果 常行布施 法菩提心 同正佛道 各位记住 你一直回向给正言上人 他的功德就在你身上 这样都不懂啊 为什么我们要念佛拜佛 你一直拜佛 佛的力量就在你身上 那我们是得便宜的人啊 所以你要一直回向你的法师上师 然后你也得到他的功德 好 谢谢大家 要发 发两条这个给各位 这里面 每一条有六个佛的咒语 那佛经说 你把佛的咒语带在手上 佛的力量在你手上 那我们去跟人家握手啊 吃饭啊 特别我们最近餐厅 餐厅都是煮海鲜的 我们也会带着 送给厨师 送给老板 希望他们得到这个福报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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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大众在慈悲福 花园店为所有人类瘟疫的这种夜报 我们来读送药师经礼拜药师宝灿 为了这个世上要来祈福 那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所有人类的这种供业 我们来神经礼拜药师宝灿 读送药师经 以此共修的这种花心 求药师佛加持 人生有如溺水 尤其是修行不进则退 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成佛 那一条就是堕落 我们不能以世间上的所有的人的观点 来看我们修行的事情 修行毕竟都有另外一种眼光 另外一种高度 另外一种这个智慧 在观察我们未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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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剥削记忆情 山手朱节律 难言千山片 是无上知其相 阳情爱奇儿 谋生不上眼 总是真知也 是无上知其相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